斯基階您才的面、提示 陶瓷是一個複合煤材的呈現 從金木水火土,最後完成 從開始的泥漿,塑造成形 然後樹燒上釉,最後入窧 每一个步骤即使是彼此环环相扣 每一个步骤也都不能忽略 前面可能没有做好 到最后烧制出了问题 也就前功尽弃 柴烧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时间很漫长 最古老的烧制方式 以技术来说 我们现在的技术绝对可以超越古代 就烧制的温度控制 甚至又要的掌握 但往往因为有时候控制太过精准 那我们反而希望能够追求更多的变化 所以柴烧我认为是一个蛮有趣的选项 在作品的烧制上 因为它有很多很复杂的变化 是无法所控制的 它可以制造很多作品 更细致有别于前代的一些变化 表现的可能 我们的淘气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作品也是艺术家精神的投射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总是 藉由这个气形来反映自己对于生命 对于周遭生活的一些看法 创作是很孤独的 灯下自己一个人 自己泡茶 自己喝 自己感受这一天 你所经历的遭遇 然后事后再做一些回想 自古以来 这个文人观瀑布 欣赏云 看云的变化 来看出它里面的形状像什么 会找到一个跟你 出自灵魂的高频正向能量 达到同频共振的一件东西 那它把玩像玉 那么它在这个铁胎的这个情况之下 它上了一个灰灰淡淡的一个优料 青花在元代非常有名 非常细致典雅 那所以我这件作品就是很随性的 用青花的色料在酸面随便的点燃 然后透过柴烧的火痕跟灰痕 让它产生了更多色调上的变化 那希望让我们的青花可以有更多的表现性 红红柚是比较晚才出来的柚色 那它非常难烧制 难烧制的原因是因为铜的活化性很强 在高温的时候只要一过温 红色就会飞掉就会不见了 所以红色不太容易保存 不太容易烧制 还有就是它的气氛非常敏感 它必须在还原的状态下 它的红才能够精准地呈现 希望透过我的这些陶玉作品 在茶席展现的时候 往往可能就是因为它不成套 反而可以针对你的对象 你的心情来刻 做一个互相的呼应跟对照 今天的心情或是今天的气候 然后形成像一个微喵的氛围 那艺术最后还是回到生活里面 那如何透过这些器物 来呈现我们个人内在的情感 艺术所能表现有陶瓷器 最后它所能够呈现的东西 而不是它只是一个供在价值上 永远不会被使用的装饰品